看精華,聽重點,一起來聊關羽的故事 大家好,我是佩晨 大家好,我是平瑞 馮賢的太太胡金定聽說馮賢殺人的大喊一聲 天啊!就換過去了 馮賢和胡金定是親門竹馬的好朋友 那個時候,馮賢定才三歲 每天就跟在馮賢後面像是個小公屁蟲 後來馮賢和爸爸回去做打鐵的工作 胡金定還常常跑去他家偷看他呢 我聽說有一次,有人跟馮賢家買東西卻沒有給錢 氣得馮賢一把火傷了他們家 馮賢為了逃命躲到山上一個洞 他才正要躺下來休息 一隻兇猛的老虎正在看著他 真是太可怕了,然後咧? 然後,背後飛出來一隻長劍 吃進老虎的喉嚨 那隻老虎當場就死了 沒想到 怎麼樣怎麼樣 傳達他的背後又出現了一隻大蟒蛇 不過也被一個老人整成好幾劍 這次太驚險了 後來,馮賢就決定跟著恩人去山上學習武藝 接下來,馮賢又會遇到什麼樣的考驗呢? 三分鐘聊關語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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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观看